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本它是可以帮很多人创造财富 促进这个世界的经济的繁荣 可是它选择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道路 它为许多的人创造无权无尽的希望 而且它是去到中国最偏僻 最贫苦 最没有物质享受的 最贫困的地方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今天我们就要来分享这一位 我会叫他做行善杜葱 他行上十多年他的心路历程 我们来分享一下 孩子本来是上天派来的天使 纯真灿烂的笑容 总是会让我们卸下所有防备 全心敞开拥抱他们 但令人遗憾的是 有些天使来到人间 不仅没有办法 在他们小小的脸庞上 展露纯真的笑容 他们小小的身躯还要承受 我们难以想象的苦难 每一个孩子都是天使 当天使坠落人间 那是天空的损失 是云彩的遗憾 但是却是大地的责任 是萌芽的希望 是美丽的愿景 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孩子 原本该在父母羽翼的保护下 快乐成长 如今却得承受 连我们大人都可能 难以附和的灾难 这场噩梦起因于 大陆八十年代末期 华中许多农村 为了摆脱贫穷 再加上对药病知识贫乏 许多农民纷纷卷起袖子 乐观期待 卖血致富 很多地下卖血站 使用不结针头 卖血输血的过程 让这些原本应该 身强体壮的人 一个个感染艾滋 然后发病 倒下 死亡 我家里边之前也是在农村 很贫穷 然后因为穷 然后呢 当时没有工作 就靠卖血来 因为我们家的孩子比较多 来卖血 挣一点钱 然后让孩子去读书 到后来就是因为这个 有这个病毒的感染 然后到父亲后来 2004年的趋势 对我们整个家庭的打击 非常的大 今年26岁的朱春梅 历经母亲染病 父亲发病过世的打击 始终期许自己 要积极阳光面对人生 他健健康康长大了 顺利完成大学学业 始终不向黑暗低头 有些孩子 也就是那些 已经染病的妈妈孕育的生命 上天给了他们更多考验 抗艾滋药物 尚未研发出来的那个年代 这些孩子注定一出生 就要和艾滋病搏斗 幸运点的 也许可以共存 小杰13岁 因为母亲染病 而垂直感染艾滋 老家现在还有什么人在 还有我姐有个 爸妈呢 都死去了 爸妈为什么过去 妈妈是 妈妈确实我不太清楚 爸爸是 关于这病 确实的 你知道你自己有病吗 知道 那现在有什么样的方式去治疗你自己身上的病 应该是吃药吧 他一些化疗 我看我爸的化疗是 头发上都掉光了 对于自己身上的病会感到害怕恐惧吗 只要别人不感到害怕恐惧我就不会 我感觉现在对这个病吧 别人都是很害怕 然后很恐惧 都想离这个病远远远的 饱受歧视的何止是小杰 健康的准妈妈亮亮也遭遇这种对待 家里有我和弟弟两个 然后父母亲都是HIV感染 然后我和弟弟是健康的 我小的时候 当我爸爸妈妈被藏出来有这个病的时候 我们村旁边的人都很不理解 就是听说这个病很害怕呀 有点排挤我们家 然后其他小朋友也不愿意去我们家玩 然后我出去他们都躲着 就心里有这个阴影 因为无知 因为恐惧 艾滋病像瘟疫一样 人人避之 唯恐不及 好多好多因病过世的人 就这样草草的 近乎狼狈的被埋进了土坟 子女不敢说 不敢哭 幼小的脸庞只能使命 把泪水往肚里吞 亲爱的爸爸妈妈 只能安安静静地在土坟里沉睡 被母亲垂直感染的小米 从小就是弃婴 她当然知道自己艾滋病患的身份 她自告奋勇要来和我们分享心情 但当我们问起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她哽咽了 我们一度想要结束采访 小米很勇敢表示 我要说 她真的许久仍然哽咽 久久无法言语 我们心疼她到底背了多少不该她的苦 最后采访要结束了 我们告诉小米 当她准备好说出自己的故事的时候 我们随时都可以倾听 自行如一缕穿风 吹中了心灵深处的那一池春水 朵朵涟漪带着幸福的光圈 不断地扩散扩散 自此自行在我心中成为拯救和新生的代名词 这是我画的 哦好你继续画 一道真正缤纷的彩虹 在农村里的艾滋遗孤和艾滋病童身上逐渐出现 重新让这些小天使们看见阳光和彩虹的关键人物 是他们称为杜叔叔 或者杜老师的杜葱 这位一口广东腔口音的杜葱是香港人 但他为何在中国偏僻的农村出现 杜葱中学毕业后就跟着家人移民美国 在哥林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取得学士和硕士 踏进世界金融重镇华尔街 一路几乎是平步青云 成为一位顶尖的银行家 曾经是他的人生目标 这个大部分人都觉得正当的理想 为什么在他意外走访华中地区 发现艾滋病疫情之后 有了急转弯 我在美国的时候一直都受一些艾滋病的影响 包括我以前中学的老师因为艾滋病去世 然后整个我在美国生活的十几年 都看着整个社会 很多艾滋病人受到了歧视 我当时当义工 后来我工作的那个银行派我到香港去工作 然后我也有很多机会去内地出差 然后在大陆也看见很多人没有听过有艾滋病 觉得很担心中国会不会重复美国的这个灾难 然后我就开始做一些艾滋病的工作 今天天气已经很好了 有时候下雨来 那个路更不好走 有时候发大水啊 那个路都淹冷 然后要 今天算是更好了 就这样 杜聪选择 心甘情愿 从金字塔尖端转进了人称血灾的人间炼狱 从西装笔挺的青年才俊 变成了爱滋村里的活菩萨 一步一步走 一个一个就 过去十四年没有放弃 未来还要继续 杜聪 谢谢你来 你好 张琪 你是从香港过来是吧 对 你是香港人 我从香港出生 然后从小移民到美国 是是是 我刚一开始介绍说 你本来是可以帮人家创造财富的 然后你 也工作了蛮长一段时间 也很有成绩 可是后来 放弃了这些 然后去到最没有物质享受的地方 你是拯救那些 可以说是爱滋孤儿吧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当时我是希望一边做银行 有一份有收入的工作 然后一边做易工 可以兼顾 当时我就创办了执行 但是大概十年前左右 我去了华中地区 一些很贫穷的农村 我看见有很多人因为卖血感染了艾滋病 有很多已经去世了 然后那些孩子就变成了孤儿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很严重 而且不能兼职来做 然后我就全职地来做这个工作 其实可不可以帮我回顾一下 就是说你第一次去到 我们能叫那个艾滋村吗 是 艾滋村是可以叫的 因为当时也有媒体觉得会不会是 有一点的这个猎奇 有点花众俱冲 其实外商部门是有公布过一批有一批的艾滋村 我记得河南省公布了第一批艾滋村有38个 所以也是所谓艾滋病的高发农村 是确实并不是随便你就标签一个农村 同时河南就有38个 第一批然后后来陆陆续续也有其他的公布 这些都是政府要职中救助的一些艾滋病高并发的农村 所以你可以说是艾滋村 你第一次到艾滋村看到这些情况 你看到的画面是怎么样的 然后你心里头的震撼是什么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去做了很多的家访 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人间的苦难 在一个那么小的地方去发生 哪里的成年人口40%都感染了艾滋病 或者已经死于艾滋病 就是一个农村一般的成年人都要么就伤病 要么就死亡 而且其实我们最打动我的是孤儿的这一 就是儿童这一辈 因为他们失去了父母 缺乏了关爱 也因为贫穷 没有读书的机会 更糟糕的是他变成孤儿跟地震 海哨的孤儿不一样 他得不到社会的同情 不单是还是受到邻居同学的歧视 所以艾滋孤儿比其他的孤儿 更严重的有心理方面的问题 因为他们多了一种标签跟歧视 所以我当时我确实很震撼对我来说 可能我也看到很多快要死亡的孩子 骨瘦如财的 也感染了艾滋病 通过母亲母婴全部 以前我看见这些图都是通过图片 可能说很遥远的地方 好像在非洲 但是当你真的亲眼看见一个 马上要死去的孩子的话 你还是那个场面还是很震撼 他们卖血他可以得到多少钱 四五十块吧 四五十块人民币 当时来说 也不错了 你看如果两夫妇 两个都去卖血 一个月 可以得到八百到一千块的收入 八百到一千块 等于要他们去卖八九次十次左右了 对啊 两夫妇 可能一个 我听他们说 其实呢 他们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就是呢 从政府办的学债呢 他们不会容许一个人去卖那么多次 但是呢 他们当时也有很多地下的学战 就可以也收这个血 所以他们就很多时候 一个礼拜最多可能卖两次 一个月卖八九次 那以你的观察 你做了这么多事情 当然也有很多其他的单位在做 同样类似的事情 虽然他们还是穷 可是没有人会愿意拿自己的命 去换钱的 这么多 比方说我们说十几年来好了 你有没有看到他们在这一方面 知道去 比方要去卖血的时候 知道去保护自己 这方面的观念 有没有提高 他们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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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醒 有没有觉醒多一点点啊 可能在某一些高发的地区 他们都不敢再去卖了 但是如果农村的贫穷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还会有其他的问题出现 举个例子 这几年我去很多我们当时的艾滋村 有很多人死亡不是因为艾滋病 是因为爆炸 他们家里领了很多鞭炮 跟火药 火药 回家做 加工 做鞭炮 炮炸 然后呢 在家里那些火药呢 因为他煮饭也在家里 然后 做鞭炮也在家里 然后很多时候 也有是 雷电啊 打雷啊 等等之类的啊 我们家 我们很多自住的家庭的 艾滋病人 的这些父母 也是因为爆炸 这个让我很大的一个启发 就是 我们 这个 这些人 当年因为贫穷 所以去卖血 但是后来国家有药吃了 他们生命得到延长了 但是他们继续的贫穷 所以他们要 继续去做一些高危险的 高风险的事情去 赚钱 所以就 做鞭炮 结果被炸死了 所以我们如果 不解决这个农村的贫穷问题 可能不是艾滋病 贫穷儿童 不是 这个 放鞭炮爆炸 贫穷儿童 可能是地下煤框 打黑工 贫穷儿童 有很多其他的问题的出现 我们是 头前博中 八点二班的同学 希望你们跟我们一样乐观 我都会在说 我都会在说 你会在我 我都会在那头 在我 被试嗯 是 都会在我 不停 轻人 我都会在那儿 有鉴于农村一切的不幸来自无知 而无知根源于贫穷无法受教育 因此杜聪决定着手从教育这个根本问题解决起 从原本只是想要推广爱滋防疫制行基金会 后来进一步开始资助爱滋遗孤念书 从中小学到大学 制行基金会至今已经资助超过万名学生 大学毕业的孩子也超过一千名 如今还在继续累积当中 这是我第一月的两个月 那也不错啊 你说你 那为什么你说不是理想的学校呢 因为我身在他们的学校是不是 三个月 三个月吧 然后又一小学校 然后我自己希望有点差异 二本身要五百万 四百七十八 谢谢 然后在我每天去世之前我考虑了 但是他去世之后对我的大金钱到了 所以就是你刚高考的时候 对 所以我高考过之后 然后这个事情 所以会不会他的趋势影响到你的成绩 嗯 是吧 嗯 但是我们也会资助你再读的 如果你觉得你再读一年的话 也可以可能会有更好的成绩 是的 然后当时我聊父亲的人 我又不想哭了 因为再读一年的话还要一年的时间 2001年吧 我也忘了哪一年了 他说他做一次手术 然后输过一次喜悦 我们就是在跟他说书学的时候 然后感染他这个病 那也要十一年前了 对啊 所以医生说也十一 十十年也算是很长的历史感 所以他会突然将两个都一起伤病吗 是吗 嗯 是啊 对啊 刚才那个是母亲八月过世 是因为他父母伤病 去医院检测才知道 所以是今年八月 他父母才知道 自己有癌症病 所以他是性症状 所以他八月母亲去世了 医院告诉他有执行这个 所以他才来申请 那为什么你不高潮呢 怎么真的快跑啊 因为不是直光网 然后成绩不是很好 我觉得我高高和自我都一样 他就张网了 嗯嗯嗯 那今年暑假去哪呢 去老公 去富士康港 哦 对 大学生呢 就是一个奖学经济形势 所以每一个大学生的资助的金额都不一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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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取决于他们的成绩 啊 啊 要取决于他们的成绩 培养一个感恩的心 但在风雨中我们锻炼了意志 这一天多一个孩子 因为除了一些 啊 就是平均不到两千人民币 就平均一百多块一个月 其实我们比起很多同类 就是照顾孤儿的机构来说 甚至不是很高的 而且因为这九千个孩子里面 当然有一些读大学的 可能要几千块一年的那个学费生活费 但是也有几百块的一个小学生 所以平均来说是一千多块钱 那我请教一下你去帮助他们的方法是什么 门槛是怎么样 符合我们这个帮助的那个资格是很科学的 我们不是一个扶贫的组织 我们并不是 因为扶贫很主观的 谁穷谁不穷 我们是有一个很科学的定义 就是这些受助的对象的父母 都是感染了艾滋病 或者已经因为艾滋病去世了 父母都要是吗 一方或者双方 所以他们父母要么就艾滋病死了 要么就得了艾滋病 这个也是很科学的 这个定很客观的一个定义 那个教育怎么去提供呢 那我们因为面临是成千上万的孩子 我们自己就没有建一个孤儿院或者一个学校 而且我们觉得这样做呢 对孩子那个心理在孤儿院里面长大 那个心理发展也不是很 所以我们主要是资助他们的学费 把他们放回当地的一些社区的学校 让他们有跟当地一些孩子一起读书 一起讲大 所以我们是资助他们的教育 但是并不提供那个教育 这样也让我们可以选最好的学校 他们认识的上什么学校 你们也会帮忙安排吗 如果是尽量的话可以安排的 比方说他们有一些已经长大 想读不上一般的学校 我们鼓励他去读那个技术学校 就是学修理汽车 Votational 对职业的训练 这样的话呢 因为在大陆 你可能也知道那个高考是非常紧张的 如果你成绩不怎么好呢 有很多孩子根本考不上大学 但是我们觉得每一个行业都可以有状元 而且每一个孩子都可以发挥 所以我们有一些是做厨师 做面包 有一些是读卫校 就是做护士 等等 我们都是按照他们的兴趣 希望他们读一个技能 也可以有发展 你还开了一面包房 面包房是在上海 然后呢我们也得到 加勒夫的资助 然后给一些我们的孩子 一个做面包的职业配训 现在有很多毕业了在上海 很多五星级的饭店里面工作 也给他们一个发展的机会 我要祝福大陆河南艾滋村的这些孤儿们 没有人可以被命运给抛弃 你们一定要好好的读书 因为唯有好好的读书 才可以改变你们的命运 才哦 差不多 才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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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聪最担心中学阶段的孩子 因为这年纪 即使接受自行资助 却很可能会忠措而流落街头 或不务正业 因此杜聪和业界合作 希望孩子可以学得一技之长 而海上亲被访 就是成功的例子 我在海上亲被访是项目之冠 所以我负责很多不同的方面 比如说有一个是教授赞助手 然后有一个是负责 随身每天上课的活动 然后我是跟我们的烘焙老师合作 然后来负责随身上课学习什么内容 其实我觉得他们跟普通的孩子 都一模一样的 他们就是父母得到了这个病毒 然后他们成长是 要不是孤儿 要不是单亲的 但是他们自己很健康 所以他们就要给他们一个机会 学习一个技能 他们都会做得非常好 然后我觉得 我看他们学习 我觉得很骄傲 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棒 东东是智行基金会第一届与家乐福合作的优秀面包师 因为认真学习 东东被派去法国研习烘焙技术 成了智行基金会第一个出国留学的孩子 让杜聪非常骄傲 在没有认识杜老师之前 我是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现在是怎么样 如果没有杜老师就根本不可能有现在的我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能有现在 虽然说成就不是很大 但是我自己觉得我很满足 所以真的在心里边是非常感谢他的 所以现在不管他什么时候来 只要我们有时间都会见面 所以不管怎么样 就好像是再生父母一样的感觉 杜老师给了我们这么多的爱 我就希望通过这种烘焙面包的方式 来传扬给其他人杜老师这种精神 第一次在台北见杜聪 他参加作家白仙勇的新书发表会 捷径斯文的气质真让人好奇 这书生能够不怕农村落后环境下乡救小孩 他得到什么 这回在上海面包房冲锋那一刻 我懂了 眼前出现这位杜老师也好杜叔叔也罢的人 拉了两箱非常重的行李 肩上还背了一包印花的布袋 还没来得及向他问候 他就直奔学徒身边 开心地拿起一个又一个刚烤好的面包 大块朵一吃了起来 吃得好开心的他 双眼眯成一条线之后好吃好吃 边吃边赞美学徒手艺 杜老师这模样在眼前就像 最别的大树 我觉得人在这个世界也是互相的认识也是一个缘分的 有时候是你度我 有时候是我度你 我真的没想到一个农村的一个爱之孤儿在十几岁的时候 连初中的程度可以有那么好的发展 我也没想到第一批出国留学的学生不是我们资助的大学生 而是我们初中文化程度的学生 所以也证明了一点就是每一个行业都可以出状元 而且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功 只要你奋斗的话 再生父母 这是多么大的影响 多么大的功德 杜聪当年从被社会遗弃的角落 逐一牵回孩子的手 如今 东东接着用这双被牵回的手 用心烘烤面包 愿所有尝着面包的人 都能细细咀嚼滋味这种深刻的人间之爱 当一名白衣天使是多么光荣 将来我要把我做成一名最合格的白衣天使 为人民的健康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奉献自己的事业 朱春梅 自行基金会河南郑州办公室主任 她是杜聪早期资助的爱滋遗孤 非常优秀 十分积极投入公益活动 不仅深受杜聪的器重 也常常是爱滋遗孤力争上游的典范 之前因为是一直在接受自行的帮助 然后因为我在大学也接受 做了很多志愿者的工作 也感觉特别的感兴趣 然后后来加入自行之后 真正是深入前线去帮助像我这样的家庭 更小的这些孩子 我会依我的这个身世 我也是这样的家庭 你看我现在都已经读大学了 然后现在也在这工作 然后能帮助其他人 将来也会有好的生活 你要好好读书 会鼓励那些孩子 然后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曾经帮助过的人 再去给这些孩子 同样家庭的孩子去说这些事情更有说服力 然后他们可能更容易接受你的观点 如果有一天你的基金会发展的很大很大 很多钱的时候 我希望你这么一天 你会不会自己建学校 我们也有想过 因为其实现在我觉得在大陆最重要的 不单是那个技术的 这个知识型的那个教育 是德育的培训 就是一个人的道德的那个培训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没有自己的学校 但是我们每年熟悉都会有一个 我们自己叫自行学院 培训他们礼仪 一些面试的技巧 要他们做志愿者 回馈社会 现在你做这个信师多年了 也有些孤儿他们已经成长了 你现在有看到你一些孩子 他们长大了 然后他也很上进很自爱 有些什么意思 这个是我觉得最大的动力 很多人说你做了十年不累 我觉得我最大的工作的动力 就是看见这些十年前看到的小孩子 现在今天可以有成就 我们有18个我们现在的全职员工 是以前我们资助的小牌子 然后他们现在大学毕业了 回来为我们工作 我看见他们从一个小孩子 被我们帮助能读完大学 然后现在转变 从有一个被我们帮助的人 变成一个有能力去帮助别人的人 而且有这个回馈社会的心 回来帮助同一个群体的小孩子 我非常开心 里面也有结婚生孩子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动力 大陆的同学们 我们爱你哦 我们也有避养三千二一支 我需要水化紧景 或是一首孔以来 提到艾滋遗孤 很多人都会误以为 艾滋遗孤都感染到艾滋病 其实这个是错误认知 华中这些地区 因卖血而染病的父母亲 除非在染病后才怀孕 婚人的孩子都是健康的 遗孤们失去父母亲 已经够叫人心疼 再被贴上标签排斥 更是情何以堪的处境 不光是大陆 在台湾一样也充满了 对艾滋病的误解 使得艾滋病等同所有负面标签 我们对于疾病因恐惧 而产生的无知 甚至敌对的态度 究竟到何时才能化解 在智爱一家任职的亮亮 过去也是杜聪资助的艾滋遗孤 健康的她和先生在智行工作时认识 竟而相恋结婚 如今她正经营在准妈妈的喜悦当中 怀孕这件事 因为我们也到年龄生育了 然后对于宝宝来说 她也是健康的 我们也是健康的 也希望她就以后也健健康康 当时杜老师资助我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梦想 就说我以后毕业了 要照顾更多跟我一样的孩子 当我毕业的时候 我就很主动地跟杜老师联系 然后知道有这样一份工作 然后现在是 就是自己接触这些孩子 就是每天跟他们在一起 然后来到这边 就在这儿当老师 然后跟他们在一起 我在这儿有两年了 在这个摘一家有两年了 让我觉得这些孩子 虽然身上有疾病 但是他们有时候也 也需要别人的关爱 并不是说他们有病 大家都远离他们呀 抛弃他们呀 这样对他们来说 真的很悲惨 初次来到至爱一家 大家内心有点惶惶不安 不知道该怎么样 和这些孩子相处 太小心 怕他们误以为 我们把他们当成不正常 太平常心又担心 无意会伤害到他们 但相处几天下来 时间证明了我们是多虑的 孩子就是孩子 只要有爱 他们就会敞开心扉 加入自行这个大家庭 让我觉得不再孤单 知道有那么多好心的人存在 彻底从悲伤世界走出 很大要归功于自行的帮助 像这些艾滋孤儿 基本上他们是被 尤其在一些比较 教育水平比较低的环境 他们是绝对绝对被歧视的 尤其在最早的时候 大众对于艾滋病的了解 其实还是很少会觉得 一定是啊 你爸妈妈一定是 什么什么 大家会觉得艾滋病 一定是你做什么坏事情 才会有的 那我发觉那个其实 不单是来自于 邻居跟同学 有时候亲戚也会的 他们那种封建跟迷信的思想 我觉得现在在中国农村还是存在 他们觉得父母有艾滋病死了 肯定是孩子的问题 就是你带来不好的运气 你磕死了父母 所以有时候 如果不是这个孩子 父母亲不会有艾滋病 是那个意思吗 这是什么 但是我回想起 我以前在香港长大 也有一些类似的 亲戚跟我说 他不能从小呢 就要不能跟父母住 因为有一个风水 是说这个孩子 跟他父母的八支不合 然后就从小 他要跟那个姑妈一起住 也有 我记得我以前小孩子 就也有听过这样的故事 所以现在在中国 还有很多人很迷信 觉得父母的不幸 是孩子带来的不好的运气 所以他们不单是邻居 可能是基于恐惧 怕被传染 同学等等的 其实年轻期 有时候也会对他们不好 所以这个是很不公平的现金 基本上在艾滋过儿的生命里头 如果没有一些像杜冲之后 充满爱心的去帮助他 对他们来讲 基本上是绝望的 他们生命里头是没有希望的 对不对 整个环境 我真的很深刻的印象 就是很多孩子 都因为父母死了 跟爷爷奶奶住 你可以想象 爷爷奶奶跟他的年龄 差距很大 然后邻居又不理他 然后他从小就觉得很孤立 很绝望 所以每次我带着东西 去看他们做家访的时候 他们看到我都很开心 我相信他们看到我们的义工 我们每年做几千个家访 他们都很开心 因为他们觉得 这个世界没有放弃他 所以现在垂直感染的几率 大概是多少 医学的统计 如果一个孕妇 本身有艾滋病的一个怀孕的母亲 她没有通过医药的治疗 母婴阻断的情况底下 机会大概是三分之一 百分之三十左右 但是通过现在 有很多母婴阻断的治疗 可以降到百分之五 甚至更低 所以如果是有患 有艾滋病的朋友 如果有孕妇的话 其实不会垂直感染的几率 还是很高的 所以现在我们有很多孩子 现在长大了 也可以生孩子 很高兴认识你们 希望你们天天快乐 幸福 不要因为爱 然后就放弃希望 要好好加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记得德南修女说过一句话 就是这个世界最大的贫穷 不是经济物质的贫穷 而是精神上的贫穷 我觉得这些同学 这些孩子就是从小缺乏了 我们给他的就是一个希望 觉得这个世界没有放弃你 你好好读书 你只要好好读书 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我觉得这个希望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小孩子小的时候可能看到你们来会高兴 可是你们从一些已经长大了的 受你帮助的艾滋孤儿 身上看到他们对于感恩这件事 我觉得这样的从小在贫穷家庭的孩子 特别懂得珍视自己所拥有的东西 比起起码我们城里面可能很多孩子 可能比较理所当然 觉得物质方面的父母 对他的东西都理所当然 但是这些孩子都知道 这些东西是来之不易的 他们特别的懂得珍惜 并不是因为我们对他的帮助 而是他们因为从小缺乏 所以懂得珍惜 我们在我们的帮助过程 我们非常重视的一点 就是要他们未来去回馈社会 比方说我们的大学生暑期的时候 要他们回来为我们做义工 回去自己乡下 去帮做一个大哥哥大姐姐 去农村里面帮助那些同村的 比他们年纪小的孩子 他们去做家访跟同村的孩子说 你看我是你的邻居 我比你大几岁 我通过自行的帮助 现在已经读大学了 我们都是癌症病家庭的 你不要放弃自己 你好好读书 你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这番话由一个癌症孤儿的大学生 跟同一个农村的 癌症孤儿的中小学生说 特别有说服力 他们真的通过他们看见 自己有希望有未来 这个是我们希望 除了是为中小学生服务的一点 也希望通过这个 让我们的大学生 感觉到自己是 从一个接受帮助的人 慢慢卷变成为 他也要能力去启发别人 去帮助别人 他有成就感 有成就感 然后他们大学毕业之后 他们不要忘记 有一天他有能力的时候 也要回馈社会 所以在四年前 我们四五年前 四川地震之后 我们就组织了一个移工队 去了四川 帮助地震影响的孩子 我觉得这个也是 我们全地大爱的一个工作 就是一个弱势的群体 得到帮助有发展的 然后去帮助另外一个 有需要帮助的群体 就是跨界的去帮助 是 杜聪你知道 你除了为这些爱自顾而 创造希望以外 你还创造了一个 很美丽的什么吗 不知道 是一个很美丽的 人与人之间的 爱的循环 是 很棒耶 真的很棒耶 要加油哦 谢谢 祝你们美丫长大 祝你们跟我一样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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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诞节快乐 也许台湾很多人 还不那么正确认识 什么是爱自 但是点灯家族两个孩子 伪家伪婷 虽然他们活在幸福中 却自告奋勇 要跟随我们一同 前往大陆华中地区爱自村 伪家伪婷 还回头在各自班上 募集简单的文具物资 要带去分送当地的 爱自遗孤和爱自儿童 这一趟究竟有什么样的收获 敬请收看 《爱自炼狱》里的活菩萨 杜葱的行善故事 下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自炼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